再来看到花莲县新城警分局 日前是接获了一名女子报案表示 她在一个唱歌软体收到一则私讯 询问是否愿意来从事线上半场赚钱 那么女子同意之后就被邀请加入通讯群组 但是为了要成为会员 女子前后汇款41万元 却没有半点消息 那么才惊觉到被诈骗 超商用餐去蓝衣男子接手牛皮纸袋 行机相当可疑 这时埋伏在超商的远警冲到男子面前 吓得他不知所措 都已经被抓爆还故作镇定 原来他是名诈骗车手 近日警方接获通报 花莲一名女子表示 自己在歌唱软体收到一则私讯 询问是否愿意从事线上半场赚钱 同意后便加入群组 又为昵称黄文玥老师的人 开始对他进行诈骗 不断用缴费提升账户等级等名义 诱骗女子付款 受骗金额高达18万元 没想到他们又再度狮子打开口 本分局在接获这个报案之后 了解该名女子还持续与该诈骗集团有联络 甚至相约在18日要再交付另外一笔 27万元的金额来做账户的升级 索性警方介入防止女子再度落入诈骗圈套 而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 进货汽车材料的 罗东的会来 骗人的啦 我就把他竹子开了 他早上有来 新城乡一名富人在交友软体认识一名男子 声称是汽车材料商 需要借账户才能收钱 试成后可以拿到5000元的酬劳 没想到富人借出账户后 竟然多出27万元 吓得家人连忙报警 被害女子在远近陪众下 至邮局对台拜理多结账户 并完成相关程序 成功守护被害人的财产 多起诈骗案件 善于利用女子的单纯 乘即下手 王后恐怕得多加留意 否则一个不注意 成了诈骗眼中的肥羊 记得综合报道